第14題,第14題到第20題是體育組 酸檢低定實驗請回答14到20題 老師在低定管中裝入透明溶液A 此時低定管內液面刻度為20毫升 在低錐形瓶中裝入50毫升透明溶液B 然後請同學進行酸檢低定的實驗 以質量容易分別為鹽酸氰氧化鈉 步驟1,將分泰指日記滴入錐形瓶中 容易呈現粉紅色 步驟2,同學用溫度計測量錐形瓶內的溫度為X度C 假設低定管中容易溫度等於錐形瓶內容易溫度 步驟3,打開低定管開始低定 搖晃錐形瓶時容易混合均勻 步驟4,當錐形瓶內顏色變成三角形色時 立刻關閉低定管並進入此時容易刻度為70毫升 步驟5,測量錐形瓶內溫度發現溫度為Y度C 步驟6,將錐形瓶內的容易倒入蒸發敏 加熱蒸乾,觀察殘留物質 第十四題問我們說 根據上述實驗推論錐形瓶中容易B的酸鹼性是什麼?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那個我們的容易的酸鹼性 在這邊有寫上面說我們的分泰指示季 滴入錐形瓶中會呈現所謂的粉紅色 表示這個容易是鹼性的 也是所謂的透明容易B就是鹼性的 因此第十四題問說推論錐形瓶中容易B的酸鹼性是 我們答案選的是B-鹼性